4號位置 4號位置 做一個羅角 有機會嗎 他有沒有心疼啊 因為他好像就是有流鼻血啊什麼的 這個 體能競技 體肉上是難免嘛 那我覺得重要的是說話算話 那輸贏 輸贏是另外一回事 昨晚左招韓森打趴KO 孫鵬衛刀場寫真實心聲 我知道我在國外的時候 跟在台灣是不一樣的概念啊 Shit 我看到你打拳的影片 我只想問你 孫安佐 比賽當天 你要不要帶護具啊 孫安佐賽前跟對手 燒打機韓森朝狠隔空互嗆 殊不知12號雙方正式單挑 孫安佐秒被打趴 燒打機因為看到孫安佐開的話 有什麼事想要做 哇 一個彎出命中 彎出命中 一個後手又命中 最好位置 做一個羅角 孫安佐 孫安佐在全院之心 和手打機韓森前前爆發衝突 經過多日格空嗆下 比賽終於登場 即便最後敗給韓森 他在場內發表感言 感謝大家支持這麼中二的他 未來也會繼續努力 韓森這笑稱自己並不討厭孫安佐 畢竟從某方面來說 孫安佐也是他的貴人 我跟他這一戰是勢必發生的 孫安佐被打趴比血狂流 但爸媽孫鵬低音全沒到場觀賽 孫鵬事隔一天 也接受3D新聞網記者電話訪問 不好意思 我現在在國外拍戲 我在日本 昨天有看那個安佐的全賽嗎 喔 我知道他沒有看到的內容 因為我在國外看不到 我有朋友跟我講 啊有沒有心疼啊 因為他好像就是有 流鼻血啊什麼的 這個 體能競技 體肉上是難免嘛 但我覺得重要的是說話算話 那輸贏是另外一回事